三星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不需要电影放映机的LED荧幕引发关注 这个荧幕在业界被认为是足以改变电影产业格局的产品 13号三星电子展示了设置CinemaLED电影院 CinemaLED是今年3月三星电子在拉斯维加斯 首次公开影院专用LED荧幕相同的产品 这个荧幕在业界被认为是足以改变电影产业格局的产品 10.3米的长度和电影的最优化4K的解析度 最让人惊叹 比现有的数字放映机的投影灯的亮度提高了10倍以上 就算是白天在公园等地观看电影也是可以的 不仅如此影响系统也是安装了世界级影响设备企业 哈曼的扬声器 初期现场的电影导演们表现出掩饰不住的惊奇 并且三星影像显示幕事业部计划到2020年为止 将全世界10%的电影院转换成LED 新谈电视江文庆韩国收尔报道